订阅关山YouTube 即使文法得妙智慧 请示上师 金刚圣弟子有许多的密圣戒律 更有许多的维系因果 都维系到上师道场同修至深的修行 在道场若有小团体 常常遇到修行状况而不回报 却在私底下找自己较为熟识的同修协助 也不依照道场的规定而进行 请示上师 关于这样的同修 是否会造成什么过患 恭请上师开示 首先你这个问题 一开头先讲到 金刚圣有他的密界 跟金刚上师息息相关 这个是金刚圣的传承法统 从古至今就是这样 那就是 为什么不清传四皈依 或者不轻易的 传授秘法的灌顶 或者是金刚三昧耶界呢 因为 在大圣佛法的三皈依 就是显教的三皈依 它是属于 外皈依的部分 外皈依的部分呢 以大圣佛法而言 传授外皈依的法师 他就是见证师 就是我见证你 已经成为 佛法僧三宝的弟子 但是 如果是金刚圣的三昧耶界 所谓三昧耶 它的意思 就是 撒玛雅 撒玛雅呢 这藏文的 撒玛雅就是 誓言的意思 就它已经开始进入 师徒之间的誓言了 这个誓言呢 也就是说 金刚圣 为什么 几乎从古到今呢 有佛教映示 映现在这个地球上 金刚圣一直都是佛教的主流 因为它代代相传 从法身佛 普贤王如来的心源 传承下来的这个法脉 和加持是没有间断 那这种直接 从法身佛 传承下来的加持 经过传承的上师 传承在佛弟子身上 他的修正 或者就是他修行 成道 的时间是相当快 法门呢是很强的 所以藏命十足 莲花生大士 他有讲啊 我的法 威猛有力 雷霆万钧 就是指这个意思 特别是指金刚圣的 无上瑜伽 这个教法的 正悟解脱力量 那是立竿见影 无庸置疑的 而且这个教法传承的加持 它是越到末法时期 我们在一般学佛都听到 末法时期怎么样 法若磨墙 正法比较示威 这个魔障比较强盛 是不是 没错 确实有这个现象 我们同学现在要做一点点小小的善事 马上就被破坏掉了 起一点好的正向的念头 我等一下送一部经 就想还是看看这个新闻好了 马上那个正念起来 又变成妄念了 你提振一个正念 马上又变成妄念了 想做一个事情 就有很多的违缘逆境障碍 我知道你要参加一个大法会 或者灌顶 要有皈依 它有很多的违缘 障碍都会显现出来 所以 就是说 已经到了 你已经受持这个秘法的因缘 它为什么证悟解脱的力量 这么强大 这么强 这种证悟解脱的力量 建立在哪里 这以前讲过了 很多没听过 我重复一遍 很多听过忘记了 更不应该 这是显密差别 这是显密差别 在密中 都讲 极身成佛 对不对 当下就要成佛 或者极身成佛 当身要成佛 对不对 不然的话 就是经过灌顶的人 根基差一点的 有这个十六式解脱的 有七式解脱的 是不是 那也有这个老密 他们这个经典上没看到 这是修密中的老修行 口耳相传的 他们说 你站在太阳底下 看自己的影子 有几叠 有的时候有三四层 对不对 他说你还有四式 四式会解脱 这个可信度 我在经典没看过 那就是这些老密 他们口耳相传下来的 也就是说 大圣佛法显教 或者小圣 尤其是大圣讲 他讲清净庄严 累劫修 有这样的说法 观音菩萨 庙难愁 清净庄严 累劫修 为什么 要修到成佛 那得发起菩提心 开始起算 有三大阿僧奇结 就不可思议的九 你这一般的计算机 没有办法按得出来的数字 但是在密上 他说你这辈子就要成佛 这辈子就要解脱 根基差一点的七式 十六式 这样 而且一定是这样 这是诸佛受计的 他差别在于 师徒之间的 纯然的信心 就是三门也 就差在这个地方 关于此类的教言 在清净上师法 在上师五师法 这两部典籍中 有不止一次的 视线 就是重复 这样强调 这样的教法的殊胜 大家如果读过或听过 这样的教授 你应该是印象很深刻 它是密宗跟显部的修法 最大的差别处 所以当师徒之间的三面耶 就是誓言 这个誓言是长时间的 还是短时间的呢 它是直至成佛的 就是尽未来记的 所以这个誓言 要像戒律一般的持守 就是我所发的这个誓言 我跟上师之间 有这样的誓约 我就是像戒律一样的 顶带奉行 我就不忘了 不敢或忘 所以又称世界 就在这里 我把这个誓言 当戒律一样 当我违背这个誓言 我就是犯金刚三面耶界 所以就简称 世界的道理是在这里 点选右下角 订阅观音山YouTube 开启小铃铛 就能收到最新开示 与直播通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观看